欢迎收听《义士挟军》第九十六回 君无义一脚踢在了君大少爷的屁股上 天旋高手的功力 可是非同小可的呀 君莫习腾云家务一般飞了出去 随即呢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凌空追上了他 钻进了他的怀里 那是你要的东西 君无义轻笑了一声 就走了 能够占到自己这个侄子 依此便宜 可是很难得的呀 君大杀手 在空中一个非常美妙的翻滚 以传说中的屁股朝天 凭杀落雁式安全着陆 又往前滑行了一段 一咕噜爬了起来 君无义啊 用力极为到位 只是将他踹飞 却丝毫呢 不会伤到他 尽显天玄高手的实力呀 从怀中取出那黑乎乎的东西 君莫习神秘的一笑 哈哈 一颗六阶 玄瘦的玄丹 红日稍稍息血 一时次日下午 君莫习提了两坛酒 坐上了最不愿意搭乘的交通工具 轿子 一路晃晃悠悠的向着宋老三的小酒馆去 而此时的宋老三酒馆 已经是呢 满座尽焦急呀 宋老三原定为营业半天 但是后来又想了想 嗨 干脆呀 今天一天都没有营业 直接挂牌打烊 反正也不差这一天半天的生意 然后呢 就开始整理店铺 为下午的比试做好准备 拼酒 乃是宋老三人生中 不可多得的最大的乐事 这可不是乐事之一 而是真真正正的唯一的乐趣 那种激动和兴奋 远比与同级术的高手交手 还要让他心情紧张 虽然说不知道那小鬼 是否真的能够携带 胜过自己百倍的天品美酒前来 不禁呢 还是充满了期待 虽然他确信 世间呢 绝不存在能够胜过自己 如此之多的天品美酒 不过呢 小鬼既然敢夸海口 他带来的美酒 纵然未如他所言的那么出色 却依然呢 足以令人期待 一上午的时间 这座原本脏兮兮的小酒馆 居然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雪白的墙布呢 将四周连同房顶都遮了起来 一直垂到地面 地面上呢 则多了一层淡绿色的地毯 原本缺胳膊少腿的桌子凳子 尽数一扫而空啊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两张长长的暗机 优质的白玉制成的桌面 另有几张上好的紫檀的木椅子 摆列的整整齐齐啊 暗机上呢 乃是由二十四个白玉酒杯 呈金塔形状的叠加起来 共得两座合计是四十八只 在墙壁的拐角处 每个拐角都挂着一串 是疙瘩卵大小的明珠啊 从上到下垂落 散发着柔和的光彩 被白玉暗机和白玉酒杯一一反应折射呀 使整座酒馆呢 都充满了五颜六色的 斑斓规律的炫目的色彩 让人一旦进入了这间小酒馆 便必然会产生了一种 一步踏进了梦幻天堂的感觉呀 那天 那中年人兴冲冲的一步跨了进来 顿时惊呼一声 又把脚呢收了回去 无疑的四处打量了一番 没错啊 这里就是宋老三酒馆的位置啊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 比我的王府还要干净奢华呢 这里哪里还是往昔那个邋遢的小酒馆啊 总说是天上乐土 人间仙境 也不为过吧 宋老三急忙过来打招呼 中年人呢 才有些举足不定的走了进来 边看边嘖嘖撑袭 宋老三的宋老三 你也太古怪了吧 今天说是豆酒 其实说到底不就是品两杯酒吗 吃鱼弄得这么隆重吗 吓得本王简直不敢走进来了 这宋老三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在他的面前呢自然不需太过顾忌啊 可不能这么说 酒与他人或者是小事 于我那却是天下第一的大事 而且我有预感 此次拼酒 或者是一场我梦寐以求的龙争虎斗 也说不定啊 又或者是我宋商一生最珍贵的回忆啊 宋老三郑重的说道 宋商 哦 原来你就是宋商 当年进军一杯酒 宋军一身商的宋商 王爷吃了一惊 随即笑道 但你今天为什么不在我的面前隐瞒身份了呀 继续隐瞒 还有意义吗 宋商苦苦的一笑 三天前就已经被那黑袍人将自己的底子一口倒破出来 还隐瞒什么呀 即使再隐瞒也没有意义了 若不是为了今天这场拼酒啊 恐怕三天前的宋老三就要关闭酒馆 另觅藏身之处了 相传宋商俊雅风流 风度翩翩呀 刚有一个怪异的习惯 那就是在杀人之前 一定要送对方一杯美酒 号称酒中君子 宋君酒一杯 劝君赴皇权 却不知宋兄究竟是为何缘故竟变作了这般模样啊 王爷微微惊讶 含笑问道 往事 不堪回首咯 再提何意啊 宋商微微的摇头 眼中苦涩无比 沉默了下来 那王爷却识趣的没有继续追问 在他的身边呢 还多来了一位十来岁的小男孩 长得是粉装玉琢 雌娃娃一般可爱啊 面对生人 脸上接力的做出了一副 毫不慌张 雍容自若的样子 但是呢 按着的一只小手 却是紧紧的扯住了王爷的衣服 啊 这是犬子羊墨 王爷抚摸着小男孩的头顶 一脸的慈爱 根骨不错嘛 一个淡淡的声音说道 王爷和宋商同时转头望去 只见那天那名黑衣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一张桌子前 神色间一片平静 仿佛并没有看到这间小酒馆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 多谢先生夸奖 王爷何等的眼力啊 他自然知道这黑衣人呢 是颇为的不凡 更极有可能 便是传说中的几个人物之一 否则的话绝不至于 能被西年的爵士杀手送伤 如此的忌惮 对他冷漠的话语 却不放在心上 心中想到 若是自己的儿子 能被这位奇人看中的话 那反而是他的莫大的造化了 哪知道黑袍人呢 只是淡淡地看了王爷的儿子一眼 就无动于衷地转过头去 似乎呢 是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酒馆中的气氛 煞尸之间沉寂了下来 目前拼酒的一方已经到了 两位评委已经到了 但是拼酒的另一方 却是迟迟的不见踪影啊 怎么着 难道窃场了吗 军大杀手自然是不会窃场的 试问稳赢的比赛 他又怎么会窃场呢 只是军大少爷啊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场小小的拼酒 玩笑式的打赌 牵扯进来的人物呢 却是一位世间的宗师 一位有数的天玄高手 还有一位什么王爷加世子 而现在 这几位跺跺脚就能使江湖 惊师震动的人物 正在哭坐着等候 军大少爷的到来 一等没来 二等还没来 再等还没来 哗 好大的架子呀 三个人心中同时有些愤愤 即使如世外高人的黑人也不例外 这三个人 无论到哪里 从来也尽都是别人等他们 哪里曾经有过等别人的时候啊 偏偏的碰上了军墨鞋 却让他们大等而特等 梁九嫩的黑衣人 微微的眉毛一扬 过了两个呼吸 宋老三 脸上一动 等到王爷听到动静的时候 轿子已经到了小巷门口了 在小巷门口下了轿子 君墨杰吩咐其他几个人的在此等候 只带了两个人 每个人碰着一个酒坛 悠哉悠哉的走了进去 非是不想坐着轿子直接进去 实在啊是这酒馆地点偏僻 小巷子呢更是窄了点 几乎呢与轿子等宽 若真的是硬把轿子抬了进去 两边行人呢就只能隔着轿子练立正了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了 虽然说下了轿子 但是君大少爷走起路来 那骨子晃悠劲 比坐轿子还要夸张一些 这倒并不是君大少爷在那故意的摆谱什么的 实在是这交通工具啊 太能颠了呀 就前世的过山车悠悠过之 走下轿子来如何能够不晃悠呢 一先连着走进去 君墨鞋也如那王爷一般的 立即倒退了一步 两眼瞪圆 半晌才说了一句话 老宋 我说今天不会是你的新婚之夜吧 宋老三瞠目一对 王爷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在满屋中一打亮 君墨鞋不满地说道 不是说好的下午吗 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啊 此言一出 三个人顿时 怒目相识啊 即便那黑袍人那么好的修养 都忍不住地瞪起了眼睛了 你不自责自己来得晚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脸面怪别人来得早 这祸的脸皮可真够厚的呀 君墨鞋哈哈一笑 再不废话呀 一挥手呢 身后的两名武士 每个人提了个酒坛子 轻轻地放在了暗机上 顿时那三个人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这两个酒坛子上了 就这点才两小坛 王爷有些失望 哦 就这两坛还少 君墨鞋翻了翻眼皮 一万两银子一坛子 这两坛子酒可就是两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白喝都钱太多了 一万两银子一坛 一万两银子一坛 宋老三哼了一声 宋老三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美酒值得一万两银子一坛呢 单单是价格的话 倒是宋某酒价的百倍千倍以上 这次倒是大开了一次眼界呀 他这句话说的是颇有些霹雳阳秋啊 内中讽刺的意味十足 心地之瓦 七之天何之大呀 你才见过多大方寸的天地 君墨鞋毫不客气 还等什么呀 我说 赶紧开始吧 晚上回去还有事呢 真是没见过世面 老子还没说这其实是勾兑过的呢 老子的酒应该是一杯万两 三个人见这小鬼如此的盛气凌人 不禁的都有一些愤怒了起来 黑袍人冷冷的哼了一声 斜着眼看了一眼酒坛子 淡淡的说道 酒香也只得一般而已呀 未见的就是何等好酒 孰优孰略尝过才知 此酒呀 未入口怎见的酒品好坏呢 君墨鞋冷哼了一声回去 孙人气鼓鼓的坐定 两位评委大人心中更是打定了主意呀 如果两人的酒真的差不多 甚至于就算你小鬼的稍微好一点 还是直接盼送老三圣 看看你这小鬼还狂什么狂 一小坛子酒白银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啊 还得直接抢国库 哎呀 这里怎么还有位小姑娘啊 君墨鞋惊讶的看着小杨墨 赞道 哼 长得不错啊 柳梅放眼的 以后求亲一定挤破门槛啊 我是男子汉 大男人 小杨墨气愤的忘记了害羞 放开了父亲的衣服下摆 两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黑白分明的眼睛狠狠的瞪着君墨鞋 充满了童趣的声音 哟 真的 哎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猴杰都没有的 连声音都是女孩子 君墨鞋摇了摇头 斜着眼看着她 要不 把这裤子来证实一下 这是明显的欺负人呐 这么小的小孩子有猴杰才有鬼呢 我真是男的 小家伙紧紧的攥住了裤腰带 小脸的胀得痛红 很怕这个无耻的怪叔叔过来扯自己的裤子 就算了你是男的吧 君墨鞋嘻嘻一笑 来 小姑娘 看我跟你爷爷拼酒 说着指着王爷 我是男的 小家伙再次尖锐的声音大吼 再说 那是我父亲 几个人同时笑了起来前仰后合 君墨鞋呢也笑了起来 揉了揉她头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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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了吗 就算你是男的 行了吧 嗯 好的 小家伙呢 丝毫没察觉君墨鞋话中另外的含义 贴在君墨鞋耳边 小声的说道 要是你还不信 等没人的时候 我脱裤子 让你看看 君墨鞋嗷了一声目瞪口呆 被打败了 小家伙说话的声音虽小 但是在场的几个人呢 哪一个不是听觉灵敏之辈啊 就算小家伙的声音再小十倍 估计也是能听得见的 不要得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 被君墨鞋这么一逗乐 众人突然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距离啊 好像是拉近了许多一般 君墨鞋心中暗暗一笑 够小孩乐 君大杀手虽然两世为人 其实呢 也是没干过的 不过利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乐一乐 活跃一下气氛 然后呢 在拼酒之后 在融洽的气氛里边 什么话也好说不是吗 不过跟一个小孩子较之 估计 就算是再强的高人 也是白给啊 眼看着一个神秘的高手 一个天玄高手 若是不利用一下 君墨鞋觉得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了 宋老三的小心翼翼的从里屋出来 手里是若珍宝一般的捧着两个酒坛子 上面的灰尘呢 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了 也不知道自己啊 已经存放了多少年了 为求公允 你既然只带来两坛酒 那我也只拿出两坛子 宋老三有些得意 这两坛酒啊 可是他年复力强的时候 走遍了名山大川 用最好的果子 最好的山泉水 再加上高超的技艺酿造出来的 此酒 是在我二十八岁那一年 当时正值盛年 北至雪峰 南到冰川 东到流云 西至彭兰山 穷极五年的时间呢 搜集到了三十多种奇花异果 配以五粮之精 雪峰之水 酿造出来的 宋商 手扶着酒坛 脸上有些感伤 刚酿完这些酒之后啊 宋某 连遭大便 一蹶不振啊 饮尽至天香 再不复出 而当时酿出的美酒 嘿嘿 也只剩下这最后两坛子 没舍得喝了 这两坛子酒 亦可算是 为我一生巅峰之作呀 他这么一说 王爷和那黑袍人 英伯空 反而更加的兴趣浓厚了起来 一五年的时间 搜遍了天下 只为了酿十几坛子酒 英伯空微微的摇了头 哼 若是换做了我 是万万做不到的 单单是这一点 这酒就已经值得一饮了 呵呵呵 值得一饮吗 宋商笑得很怪异 有点心伤神髓的感觉 也就是我全心打造天下第一美酒的这几年 世间 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沧海桑田了 说得好 酒的品质好坏 确实还在其次 但是这份执着就值得赞赏啊 君墨鞋鼓掌说道 不过执着并不等同成功的代名词啊 这酒到底怎么样 还要在品尝者给出客观的意见 才能分出优劣呀 僧人同时怒目而逝 君大少这一句话又把三个人同时得罪了 执着并不等于成功 明显是在说 这酒并非是最好的酒 什么客观的意见 这摆明就是在说 裁判会偏私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一事邪君第97回